HELLO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收看今天的大叔聊怪兽 我是Pubcant 今天要跟各位带来的是 设计师系列的作品 那我们首先先从设计师 James Grumman 这边开始 这个是由他所设计的一个 血肉暴龙系列 这边有三角龙暴龙 这个比较特别 这个它是属于混胶 它这个混胶 就是用两种不一样的胶 下去做一个混合 所以每一支出来的那一种 漸层都会不太一样 然后大家可以看一下 这一支很特别 它跟那个血肉暴龙 完全融合在一起 这种感觉就是 我不需要特别的去上色 然后就让它有那一种血肉感 那其他的话 它就是有需要靠一些涂装 然后去让它产生一个 有血肉的这种感觉 大家大部分都会觉得 这个是大酒宝所出的 其实大叔稍微的去Google了一下 我发现 大酒宝应该是属于 就是帮它发行的这个单位 它的原著的 这个原型的作者是 James Grumman OK 接下来我们要介绍的是 James Grumman 它的另外一个作品 King Cross 血肉金刚 这个是抽选品 然后也是在大酒宝国人 它的日本这个玩具 做一个抽选 它是续光的 这个它是续光 它这边是属于乳白 有点就是写实性的这种白色 然后身体是珠光色 血肉的部分 也都有做一些亮光 让它有那个层次感更深 还有哦 它的胸部里面有一个小冰块 它这次还附赠了这一个 对啊 感觉上啊大叔在猜测是不是致敬那个金刚的电影 它有附一个女生 就是它也是一样血肉骷髅 接下来的话 就是到了这一支很特别了 因为这一整组哦 就是大叔跟我的一个好朋友的收藏家所借来 就是介绍给大家的 那这一支啊 听说也是联名款啦 就是不知道在哪里发售 那如果知道的网友 帮我们在下面留个言 蛮特别的 它是一个小孩子的头的身体 然后配上这个血肉暴容 然后这个脚听说是铁人28的脚 那我稍微看一下这个尾巴 我就不太知道是从哪边拼臭的 还有手 它有故意做一些成就的感觉啊 就脏脏的 好像旧玩具那种感觉 我刚拿到的时候啊 我也以为说这是弄脏的 收藏的人告诉我说 没有是故意这样的 把它做一个旧画 不过这个旧画真的也蛮厉害的 它真的很像小朋友哦 就是那个玩具很久啦 放在玩具柜里的那种感觉 真的是很厉害 好那接下来的话 前阵子哦 大家有疯狂抽的这一个 Labubu Goji Momo 由香港的设计师 龙嘉森老师所制作的 然后跟帕帕马特一起联名的这一款 它的普通款是这一款 有背一个熊猫 你买这一个哦 就是有机会可以抽到它的隐藏版 那隐藏版就是白色的这一只 白色这一只它背的就不是熊猫 白色这一只非常特别哦 大家就是为了要抽这一只 然后疯狂的买这一只 那当然大叔也有加入这个行列 所以这一只真的是非常的稀有 再来的话我们就要介绍一下 我们本土的设计师 许山姆老师了 许山姆老师哦 它的作品在台湾真的是首屈一指 它的那个包装盒啊 每次都是属于木雕的这种盒子 非常的特别 然后是属于抽屉式的 OK那它这一次所推出的哦 是我们台湾人最多人信仰的 妈祖文化系列 OK这一次的是金金将军 它的彩带哦 里面是有铁丝 可以去做一些变化 就是你可以随便折 然后也是一贯保有 许山姆老师的风格 金属色的涂装 然后有一点铜锈化的那种感觉 这个金金将军啊 它还有附这个它的武器 好那我们在后面的细节展示 我们都会看到 OK这是它的金金将军 所以我蛮期待就是它的顺丰儿 然后还有会不会做妈祖 大叔更期待的是看 会不会做一个玄天上帝 OK把我们台湾所有的道教文化都做一遍 那接下来我们要介绍的是 之后会在大叔的粉专上面 会做一个抽选买卖 或者是竞标现在还不确定 由许山姆老师所烹烩的这一只狗吉拉 那它这一次的狗吉拉哦 所做的方式非常的特别哦 就是一贯的许山姆老师风格 然后旧画跟呃 秀实感 然后还有层次感 我觉得最让大叔觉得很惊艳的地方是哦 它整支的那种保护漆涂的那个亮面 不是整个都涂 它是随着它想要的感觉去涂 所以这只狗吉拉 它身上的层次感非常重 那我本来以为它会去做假眼 或者是绘制眼睛 也没有它使用旧画 去将眼睛做出来 所以这是一只很特别的口吉啊 真的 完全就是 许山姆 那大叔之前有在我的节目有讲过 我希望大家可以去了解一些雕塑师 或者是一些原型师 他们的作品 因为他们当初在做这一些作品啊 都是有投入一些想法 我们抽象一点讲叫做灵魂啦 你去了解它的灵魂的时候啊 你就比较能够进入它的世界 然后去决定你喜欢与不喜欢 去收藏这一些作品 很多人会觉得说 诶就是一块塑胶啊 为什么那么贵 因为它第一数量少 它发行的数量少 那大家都知道 如果我们做量大 就会价格比较便宜 如果我们做量小 成本价格就会比较高 如果它少 然后加上它的唯一涂装 跟你觉得这个设计师 有没有对到你的心 你有没有对到你的 就是喜爱 两个match在一起的时候 就会变成那个价格 了解我的意思吗 那一般来说啊 我们在做就是抽选 或是干嘛的一些任何的售价 那价格都有高有低 因为有人会问嘛 那狗吉拉有2万多在卖的 也有8800在卖的 可是你可以把2万多跟8800 摆在一起 我保证不是同一个东西 只是外观一样 那这个大家要稍微了解一下 进入所谓的艺术的设计 然后跟设计师的一个领域的时候 它就不再是那么中规中矩了 那当然大陆在玩哥吉拉的时候 我也是会去看 就是看说这次哥吉拉做出来的那个张力啊 动态等等的 是否是我喜欢的 我倒不是说出了我就一定要买 有的时候我摆放不下去了 我也是会脱手 但有一些作品 我就是舍不得脱手 因为我感受到设计师 给我的那种灵魂的冲击 所以我觉得它是一个很值得收藏的作品 我就不太可能 我会将它脱手 OK 那我们就一起进入细节展示阶段 请进入细节目 请进入细节目 吗 请进入细节目 这段时间 我会在细节目 好好将在细节目 因为这段时间 没有细节目 是这样的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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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茜 OK观赏完细节展示 是不是觉得这些作品都非常的棒呢 那尤其是许珊茜老师 就是他们是本土的设计师 那自己人 我们要挺自己人 我们要多去关注一下 我们国内的设计师 他们的一些动态 然后看他们成长等等的 OK那最后我要讲一下 血肉暴龙 跟这个血肉猩猩 它的雕琢上面 是非常的细致 所以它在后期的 烹饪上面会非常的好操作 因为它的层次感非常的重 就是在它这个模子上面 我们国内的许珊茜老师也是 他在做这些胶类的作品的时候 他也是先把原模捏出来 那原模捏出来去做雕琢 所以就会变得非常的细致 然后大叔聊怪兽 就为您播放到这 我们下次见 拜 之后大叔会持续为你们开箱 更多哥吉拉系列模型 如果你喜欢这次的开箱影片 别忘了按一下喜欢 如果你想追踪更多哥吉拉开箱影片 也别忘了订阅大叔聊怪兽 并且开启小铃铛哦 我们下次影片见 拜